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股友们 我们又见面了 所时间很快 我们已经步入了11月份 又是到了月底的时候 又是一个财报的季节又来了 当然最近全球的局势比较糟糕 因为俄乌战争还在打着 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战争 然后以色列巴勒斯坦那边也是爆发了战争 当然IMF对于明年后年经济的展望 你可以看到它在调低 就是因为全球经济其实是不明朗的 然后欧美国家他们目前负债累累 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政府的财政开支 其实赤字是非常的高 负债也是非常高 那么再加上现在中国经济放缓 然后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 所以种种原因全球 经济的前景至少短期来讲 是比较不是那么好 不过马股今天还是不错 KLCI我们的组合指数起了10.16 所以在1449.93 到了年底封关的时候 KLCI能不能够签5点 来临的财报是关键 OK因为如果财报漂亮的话 当然KLCI就比较会起 不过如果财报很多炸弹的话 搞不好可能前4点都不薄 OK 然后今天是不错了 上涨的counter621个 下跌的是有309个 那么今天啊 其实很多股期也期不多了 OK 没有讲7几%那种 啊 除了一只股啦 就是Jackson 今天飙了11.5% 因为Jackson 做了最新的announcement 他们要去收购一家叫做Magical Era 51%股份 so这个Magical Era 它是有一边很大的地 然后地上面也是有property 然后啊 当然 这家公司的土地 如果未来做property development的话 啊 是有 啊 是有一个prospect前景在那边 OK so这个消息一下出来啊 他要收购这家公司51%的股份 代价是3200万 OK 也是啊不便宜 不过他的股价就飙了一个11.5% so啊 今天这个视频是啊非常简短的 会跟大家潜聊啦 ARBB 这家公司巨型的情形 啊 讲之前还是来一个小小广告啦 我本身还是有做一个James's topic 啊 这个选股服务哈 就是啊 每个星期 出一份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啊 做选股 所以这个选股报告是适合那些 如果你本身你不喜欢收股息 OK 你是追求股价的上涨的话 那么你不妨可以考虑来啊subscribe一下了 OK 当然啊 股票的风险是有的 所以就要啊分散投资 所以如果你要啊继续进一步直到详情 欢迎你可以来啊直接的email我还是来whatsack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ck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欢迎 好来跟大家前聊咯 这家公司啊 ARBberhard 他的code是ARBB 啊今天他的股价是持平啊 收在9.5分的价位 收在前天的时候啊 他的股价只有9分钱啊 ok so啊这家公司ARBB 当然他的股价这两三年来啊 其实是暴跌的一个情形 ok啊暴跌下来咯 如果之前他在几毛的时候你买进他的话啊 当然是很受伤哦 因为他的股价真的是蛮可怕的 跌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他的那个啊preference shares哦也是很可怕 他的preference shares当然已经啊快要expired了 他之前一度他的preference shares有两毛多的价位 现在啊竟然连啊 啊他的这个preference shares啊只有剩下半分的价钱啊 然后很快也是要burn掉了 所以这就是股票的世界了 ok 风险我会讲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so啊投资股票真的要做好风险规划哦 ok然后啊不可以all in啊 但是啊非常危险那个做法 那么啊 so ARBB两天来啊股价起了半分钱了 起了一个6% 啊当然他的股价现在是很低迷了 啊为什么股价低迷等一下会啊做一些啊我本身的猜测了 ok然后他这家公司的市值marketcap啊只有啊1.2亿的一家小公司 NTA啊34分了ok高过股价啊 啊PE个位数了5.74倍啊公司是net cash 手上的现金8721万 Current ratio 3.36倍 Earning yield 78.32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单看他这个啊表面上的一些啊数目啊好像是啊被低估的一个样子啊ok 那公司的net profit啊其实对比啊几年前来说确实是有成长啊ok 所以新业绩啊8月30号出炉的就是他的啊4th quarter financial 23年 你可以看到他最新业绩啊其实是有进步的ok QOQ啊进步了648%进步蛮多的 因为啊按记来说他的啊revenue收入哈也是啊走高的上来 So ARBB他的业务啊他本身是一家IT的公司 他们有做cloud然后云端啊就是目前的趋势啊哈 啊云端就是用这个 internet哈网络你可以网上啊把你的资料啊全部储存在云端啊ok 然后啊他们就会啊有很多好处哈云端的啊业务包括说他有做云端的ERP 啊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哈这个啊企业资源策划的ERP的系统 然后他本身也是就IoT啦internet of Things这个物联网哈ok so为什么他的股价啊啊最近走到这样低啊从之前的几毛暴跌到现在只有9分半 啊我个人认为啦一个原因啊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啊最近他的老板啊都在做啊conversion of preference shares啊就是他把他老板当然是持有很多这个啊preference shares 优先股然后他就把这个优先股做啊conversion啊转换成母股 ok他可以在啊他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啊转换成1785万个母股 ok意味着说啊他的这个share 这家公司股票的数量呢一直在不断的暴增上来 ok原因就是他把preference shares做conversion 所以如果你一家公司他的啊股票的数量突然间变多啊ok就是代表说你的啊earning per share哈EPS 你的美股的盈利啊会被dialude到啊非常可怕咯ok你可以看 你拿回他啊之前啊股票数量没有这样多的时候他的earning per share是很高的吧就是因为他的股票的数量暴增之后啊earning的dialution是非常夸张的 ok这是一点啊人家啊通常一家公司如果股票数量啊赚点增加很多啊那是啊通常是不好的事情啊ok因为你的earning会被dialude掉 然后再加上你看他的cash flow statement啊现金流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investing投资的现金流啊他的perches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他买那些啊一些设备所花的钱啊一年是花了1.2亿 ok花了1.2亿啊昨天的投资者也是看到这一点啊就是一家公司啊如果你把很多钱花在investing啊买这些ppe啊花了很多钱的话啊那么股东也是会也是可能会担心啊ok 哎这笔钱买这些ppe一年花了1.2亿啊究竟值不值得啦ok这个问题哈 所以我觉得啊因为其实啊你看他的cash flow statement啊他的啊cash from operating啊不是非常非常大了ok 但是他花在啊perchess or ppe这边啊花了一个1.2亿在那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啊ok 就是一些股东啊可能就啊比较不喜欢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他的业绩啊QOQ按季来做比较他的revenue收入啊按季来说对比第三季度啦他的收入增加了39%啊增加了3320万 从第三季度8580万啊增加到这个第四季度1.2亿的revenue 原因是他的IoT的segment啊物联网的销售比较高 所以他的PBT税前利润也增加了440万啊从啊第三季度的290万增加到730万 ok 所以啊当然他的quarterly report啊他的QR季报非常的简短啊他没有啊他没有给你套路太多的一些detail but啊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现金流 然后啊老板也是啊一直做conversion啊然后公司啊股票的数量也是会增加上来啊这些都是啊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些东西啦 ok当然一家公司啊长远来说啊我个人觉得ARBB啊如果股价要上涨的话除非他给股息 okdividend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因为啊如果一家公司稳定的派发股息的话啊投资者通常才会比较放心 然后才可能啊会比较长期愿意持有他了ok 这我觉得是啊ARBB管理层哦如果他们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股息的政策啊我觉得提振啊他的股价啊的一个方面才比较好啦 ok然后啊因为你可以看到icap啊封闭式基金啊最近他们就啊做announcement啊就是他们要有啊推出新的股息的政策啊你可以看到icap的股价啊马上有反应咯就啊起了一些伤势啊 所以我觉得股息啊稳定的派发股息对一家挂牌公司的股价啊其实是有很强的啊催化剂在那边啊ok so ARBB我是觉得啊除非他们有稳定的股息的政策 然后啊他要跟股东解释啊花在啊PPE那边啊究竟啊为什么啊这么大的一笔钱那边啊也是啊很重要要让股东啊来 啊知道啊到底花在啊什么地方那些钱ok so啊简单的分享最后还是要disclaimer哈啊四个字最重要的就是买卖支付 ok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最后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短视频啊啊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啊希望能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订阅啊这个youtube的频道打开铃铛 里面能够以最快速度收到新视频通知啊 但最后也要感谢大家花时间这边收看啊我们再会拜拜 谢谢大家